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今天的假日科學廣場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每個禮拜六下午的這個現場 是很開心就是可以在這個時間跟大家見面 依照慣例先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是新同學可不可以舉個手 第一次參加的 OK 非常歡迎你們 希望你們今天玩得愉快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人朱慶琦 我們就在這裡 然後我是這個假日科學廣場活動的主持人 然後也是計畫的這個執行者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講師是許文化老師 主題是親子玩數學 我們之前數學相關的活動 我們有請過大學教授 有請過高中老師 然後有做過很多集合的東西 我們有做過很多看起來 好像不可能實現的那種形狀 非常有意思 但是呢 許文化老師他擅長的東西 就是你知道 朱老師曾經在加入科學廣場的 某一個場次講過的比喻 就是你要看這個老師他對 他現在從事的這些活動 到底有多熱情 可以看一個指標 那指標就是他退休以後他在做什麼 我們許文化老師已經退休10年了 退休10年的情況下 你知道他每一年全神跑透透 那個高鐵票可以累積多少張 看看 20張 20張喔 再乘個5 今天數學嘛 講一下乘法 超過100張 我剛才心裡一講一半 應該要發腳屁吧 那等一下 所以說那個許文老師真的是退休以後 花更多的時間在全國各地做這樣子 數學教育的推幌 精神非常可配 那所以今天老師帶來的東西 我剛剛看看這個是物超所知 你知道 你們可以看到台前 然後據說今天每一個家庭 還可以有禮物可以帶回去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有這麼好 這麼好康的事情 其實要感謝國文會給我們經費補助 也要感謝那個經費不足的部分 中華大學也願意把它補足 所以今天才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然後有這麼好品質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學校老師 謝謝 朱老師以及現場各位夥伴 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下午的活動 我們放輕鬆 當然每天會有比賽 但是原則上人人有獎 應該說家家有獎 我今天因為很難得 有一個機會到這裡跟大家分享活動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說難不難 說簡單也不簡單 我大概介紹一下我們今天下午的活動的東西 那個切一下 好 我在 還在上班的時代 正課之外 做了一項比較大家不太晚的東西 叫做帶學生做科長 現場的小朋友知道科長的舉手 科學展覽比賽 知道嗎 好 科長的比賽有縣市展 有全國展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玩的 都是我帶的學生 參加全國比賽 大獎 大概前三名的作品 那 深的部分呢 非常深 一個作品大概可以玩半年 一個作品 但是我們今天抓 最簡單的部分來跟大家玩 所以我們等一下 第一個遊戲呢 要給你玩的東西 是一個小學三年級學生做的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會給大家獎益 然後會計分 那我們的獎益今天很厚 有三十頁 好 不是叫你三十頁全部做完 我們會跳得多 我的理想是 給大家玩的 現場做一些東西 那麼如果可以的話 你回去呢 再做延伸性的活動 我到目前的紀錄 在全國的科長 國小國中高中 拿過二十六件 全國前三名大獎 這個大概算是還不錯的紀錄 所以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 今天現場聽到的 最後可能看情寫 如果有你那個家的孩子 在這方面有興趣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稍微跟你討論一下 因為現在我退休以後就比較自由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講義發了沒 一家舉一子手 一家 一個家庭舉一子手 來 我們發個講義 一家舉一子手 我們那個獎益呢 一家給一份就可以了 其一家庭為單位 一個家庭我們發一份獎益 好 然後呢 請大家直接翻到第五頁 好 一個家庭呢 一個人拿比就可以了 來 我們來看看我們要做什麼呢 好 來 都拿到了嗎 第五頁 來 第五頁有兩個表格 你可以看任何一個螢幕 看任何一個螢幕 看到嗎 好 來 這個地方呢 畫一個雞蛋 可以嗎 不必畫得很漂亮 這個雞蛋不不採言 你沒有關係 你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好了嗎 好 然後畫一個三角形 好 這個雞蛋這裡呢 打一個點 三角形 寫一個一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我們螢幕上有 我直接寫 然後你就直接看到了 好 再來 我們一個 這個長方形 好 寫一個二 好 有一個呢 T形 T形 好 有寫一個二 好 然後畫一個這個 有一點像十字架 但是不完全四話 好 這個呢 寫一個四 然後畫一個圓形 寫一個五 畫一個長方形 正方形 然後來寫一個五 畫一個星星 這個星星比較難畫 不是那個動物園那個星星 是天上那個星星 那如果你畫這個畫得不好 你就畫這樣也可以 沒關係 你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寫一個七 好 寫好了嗎 到這裡等你一下 看到 我們這裡的設備還不錯 你應該都看得到對不對 假使我現在寫的這個畫面 你看不到 表示你有近四回家 趕快去配眼鏡 OK吧 可以嗎 這個應該看得辛苦吧 可以 來 現在看一下 橫圓形 一個點對不對 三角形 一 一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你做出三角形 得一分 你如果做出長方形 得兩分 這個呢 得兩分 這個呢 得四分 這個得五分 這個得五分 這個得七分 然後呢 你家是可以合作的 你家可以合作的 比如說 爸爸呢 我們這家的爸爸比較厲害 所以他就要做星星 對不對 星星做成功了 就得七分 然後呢 這個 另外一個家呢 是 小孩子做得比較厲害 就是訓練你的空間能力 數學裡面有一個能力 叫做空間能力 然後 有一個家庭他決定 小孩子呢 做這個 他就得七分 好 那 滿分幾分 誰的星星比較快 學過星星的 舉手 幾分 滿分幾分 沒有聲音 26嘛 所以如果你全部做完是得幾分 不可以重複得分 你們不要說爸爸得了七分 然後小孩又得了七分 不可以 你們是只能夠合作 比如說 有的人做這個 有的人做這個 這個都可以 好 可以嗎 這樣 沒有問題 那這個遊戲呢 我們家裡來的比較多人 似乎比較賬給你 對嗎 那沒有辦法 我們鼓勵你全家來 OK 好 來 現在請 那個 我們的大哥哥們發 那個 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示範一下怎麼玩 再發 來 來 等一下會給你一張這個圖卡 然後呢 你做不出來不要怪我 這是我的學生設計的 就是我講的 當年這個孩子呢 玩了這個東西呢 科學展覽全國第一名的一個作品 小學三天級的學生 當年 這個呢 做了這個去參加比賽 全國第一 好 這個遊戲我介紹一下 這是他做的卡裡面 最算簡單的一個 有很難的 等一下會給你一個更難的 你拿到這個圖卡以後呢 或者他現在這裡有三條線 這個正常不要懷疑 不要說老師我的這個卡片壞了 不是壞了 就本來就有三條線 然後你拿到以後 把這個虛線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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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這個折一下 好 那這個折一下 我們要成熟 折完以後呢 還沒開始 因為我們要計時的 我們要計時的 折完以後呢 你就再把它攤開 你可以用眼睛偷看 不可以用手去平 用眼睛偷看 看看誰要誰跟誰組合 好 那這個虛線折完以後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玩一個什麼樣的遊戲 好 我們的這個紀錄表裡面 這裡是不是一個圓點 為什麼是圓點 這個圓點就表示得零分 我們不好意思寫零 所以打了一個圓點嘛 為什麼這裡寫零 因為這個太簡單 這個是我做給大家看 最簡單的我做 而且要難的誰做 大家做嘛 這樣老大瓜才會進步嘛 來 那我現在看我做這個雞蛋 來 我想要做這個雞蛋呢 大概是這樣 我把它翻過來 然後呢 把它這樣對折 然後呢 我再把它對折對折 雞蛋出來了嘛 可以嗎 每一個畫面上一定是四片 這樣一個小正方形叫做一片 兩片三片四片 然後一定有一個封閉的 集合圖形 好 好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個遊戲是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呢 你可能會玩到很奇怪 這個 有人玩這樣子 這樣 那個老師 老師好了 這個答案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圖卡 一定要能夠壓扁 這個壓扁的結果會變怎樣 對吧 或者是壓扁成這樣 對吧 都沒有成功嘛 所以這個你就要想辦法 把它來塞到後面去 要能夠壓扁 可以嗎 好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玩 好 我們現在畫Campaign給大家 每一個人可以拿一張 每一個人可以拿一張 那個我們今天的材料 為大家準備倫首一份 那你家最後呢 我希望你家大概有一份 可以的話你再去推廣 這樣我們的科學教育中心 推廣的東西就更有意義 OK 還不可以開始 還不可以開始 所以你現在只能折膝線 膝線折完以後 你可以用眼睛偷拚 不可以用手偷拚 我們大哥哥在丁 如果有偷拚我會扣分 原則上我們今天都不扣分 我們鼓勵你盡量加分 嗯 你現在折膝線的人呢 就請你呢 開始 開始呢 去思考一下誰跟誰配 這一張簡單 因為這一張為什麼簡單 它上面有數字對不對 把數字一樣的配在一起就好了 那大家會覺得最好滿好玩 等一下就知道了 先讓你常常填頭 了解嗎 等一下後來有一張很難的 好 好 好 細線折好了嗎 欸欸 細線折一下 細線折好了 我們就要開始囉 好 你的答案呢 做出來要拿高 來 像這個答案你做出來要擠高 好 我們請開始 我來計時了 我們大概有四分鐘可以挑戰 好 來 那每一個人一家 你可以分配誰做什麼 誰做什麼 好 嗯 分配一下 分配一下 好 來 可以 來 對 來 對的地方你就打勾就得分了 在你的那個獎頂上打勾 好 一定要舉手給我看 對 可以 來 得分 畫面上一定只有剩下四萬 好 來 舉手 對 可以 來 得分 得分就打勾 我表示你那個分數得到了 沒有事件請假都沒有 第一次聊了 好 對 可以 來 好 也可以給大勾勾看 好 來 擠高你的答案 不是擠高你的答案 對 這個 得分 對 這個 得分 雞蛋已經交過了 對 這個 得分 好 來 那個可以嗎 是 好 這個可以 來 得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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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來 好 可以 來 好 可以 來 對 來 得分 好 我們剩下十秒鐘 好 我們剩下十秒鐘 好 得分 好 得分 好 得分 好 不對 另外一面 不是 不是 要封閉 對 對對 不是這樣 對 對 對 不是這樣 對對 好 我們時間到 來 贏 好 遊戲結束 遊戲結束 來 來 問一下有沒有人到十六分 哪一個家庭 很厲害 好 沒關係,來,現在看老師這裡來 剛才這裡 因為我們的時間很寶貴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今天準備給大家玩的東西 我在台北的科學教室 台北有很多叫做科學教室,知道嗎? 外面民間開的 小朋友去上醫師課 五百起跳 所以你們今天賺很大 今天你們賺很大 台北有很多科學教室 大概上一堂課九十分鐘,五百起跳 那 這樣的活動 我們就大概要上一天半 一個半小時 今天的課我準備給大家 小這樣的課可以上到六小時 所以我們把握時間 剛才給大家沒有奪滿分沒有關係 好不好 知道怎麼玩的對不對 這一張送你回家玩,可以嗎? 好,來,現在看這裡 這裡有人得二十六分 再問一下有沒有人得到二十分 家族?家族?沒有 好,我們今天的得分 到了六十分的家庭 先選一份禮物 然後他有機會再選第二份禮物 是要得到了一百二十分 所以 你只要在這個之間超越了它 就換你的禮物 來,現在看這裡 來,我們看第五頁的下面 來,再拿一支筆 好 來,這裡我們寫一下 再畫一下筆 來 正方形 好了嗎?正方形 好 這個呢 六分 你就應該知道 一開始就有一點怎樣 哪 對對對 你要有這個直表 這個叫做數學感度的一部分 你不要看它六分 來傻傻的說一點很簡單 沒有 好 再來 平行四邊行 六分 三角行 八分 長黃行 十分 好 平行四邊行 好 十四 好 圓行 十八 好 你就知道這裡會怎樣 開始有點痛苦了,對吧 好 來 幫你一點點忙 注意看 來,這個畫好了沒 畫好了沒 好 可以嗎?畫好了沒 好 現在我們來看 先看這一張 來 困難在哪裡 困難在哪裡 第一個 有沒有數目字 沒有 好 這裡面最容易辨認的 剛好叫做圓形 對吧 可是圓形最難 好 這裡面圓形很容易辨認 在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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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還有一個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叫做圓形 有沒有難度 有 再來 給大家先介紹一下 正方形很容易辨認 對不對 正方形在哪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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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這個比較簡單 簡單 你看它的基有關係 這個 現在就是說 再來 三角形 來 這裡 這裡 你要去感覺 三角形 切成四塊 大概變成怎樣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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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平行四邊行 來 這兩塊連在一起 加上這一塊 你看一下這一塊 假使你想把這一塊拼跟它拼有沒有可能 來 這一塊跟它拼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對不對 你看一下那個相對位置 這兩個 加上這一個 加上這一個 好 這個叫做平行四邊行 長方形很容易辨認 長方形 特色是邊長 這跟這塊型的差別在哪裡 這個數學上將來會加碼 來這裡 這裡 來 哪裡來 這裡 這裡 好 最後 這兩個卡裡面沒有人要的就是平行 就是等腰梯行 來 在這裡 這裡 這裡 這一塊 這一塊沒有人要記得 這是三角形的 好 然後這裡有三塊沒有人要 是哪三塊 這一塊 對不對 還有哪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你想要不要把這四塊拼起來 這四塊拼起來 就是一個等腰梯行 請注意要等腰 等一下一定會有人做出這個解答 這個 不得分 這不是我規定的 這是我的徒弟 就是我那個十三年級小朋友 設計完以後規定的 不是我規定的 所以 這樣很簡單 這樣很難 不要怪我 因為不是我設計的 我只不過是他的指導老師而已 好 來 現在我花卡片給大家 一樣 折新線 折完以後你可以偷看 不可以都可以 來 請開始 還沒計時 還沒計時 好 來 拿到了同學 拿到了小朋友 趕快折新線 趕快折新線 來 細線 趕快先折 讓我對嗎 來 我來 要的 要的 那是 要的 在鮮 一 現在 那是 請問虛線折好了嗎,還沒得舉手,好,虛線差不多了對不對,我們一樣四分鐘,OK嗎,請開始,喔,你有點偷跑耶,好,來,可以,好, 因為現在大家怎麼一玩都是最簡單的,你可以四分鐘直接挑戰一個圓形試試看,如果你覺得可以玩大一點的溫數,就直接玩平原形挑戰看看,好,來,得就自己打夠, 來,可以 泣氣 好,來 我原器做起來了 來,我看 好,多少18分到手,恭喜 來,可以 來,得婚 來,最後10秒鐘 好,時間到 好,時間到 好,最後一刻算 好,算 沒了,沒了 來,先來看這裡 這一次有沒有很受傷的感覺 有了舉手 不要受傷 好,沒關係 來,現在請看這裡 請看這裡 來,這兩張圖卡 在這個部分是給你空間能力的挑戰 那現場沒有做成功了呢 回去做 那這個我剛才講 這個是不是我設計的 不是我害你的 是我的徒弟 這個算簡單的圖卡 還有更難的 更難的今天有沒有帶 沒有,為什麼? 我自己都覺得很難 所以不給大家玩 好,但是我那個徒弟呢 在這個部分 他做的研究過程中 有很多心得 來,你的圖卡給我 謝謝 來,表演一個給你看 你回家去看看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我那個徒弟呢 去參加全國科展 比賽的時候 那個評審呢 那個評審聽說 問不倒他 這個問不倒他呢 有一個評審呢 就拿了這張圖卡 跟他說 同學 你這個圖卡 回去有研究過 這裡面的原型最難 請你聘給我看 我那個徒弟呢 大概不想得獎 因為如果你想要得獎 一定會討好評審 就告訴他怎麼走 就容易得獎嘛 對不對 這個評審 這個同學呢 把這個圖卡拿來 跟那個老師說 跟那個教授說 老師你確定你要原型嗎 那個教授說 對 我回去有研究過 原型最難 結果我這個學生 做了什麼事 拿那個圖卡呢 拿到背後 老師你要的原型就給你了 這個教授呢 很受傷 你也不用受傷 因為這種人 你要知道他 他很願意投入去做這個研究 花了多少時間 這是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 最期待 有一天你的孩子 不管做什麼都好 對數學也有興趣 深深地去挖 對面包 做面包也有興趣 深深地去挖 下一個不保存就出來了 OK 好 希望今天你學到的堅持是這樣 不要受到傷害 好OK 這個結束 來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這個我講一下 我希望每一個來的爸爸媽媽 你把這個聽進去 這個回家功課 回家功課 我們下次請朱老師檢查 回家功課有做的 我們另外給你講 來看這裡 來 滾頭坐 滾頭坐來 這個我們不比賽 不比賽 來我們跟我做 我的 有數字那一張卡 來 有數字的卡 可以有一張 我的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一時三刻找不到 來 現在大家跟我做 這個我會留給你們回家去挑戰 看 好 我們回合拿第一張卡 第一張卡拿出來 好 好 好 這裡呢 在講義的第六頁到第幾頁呢 好 第六頁一直到第九頁 這個請你們回家 親子一起玩 親子一起玩 來 四五六 看到嗎 七八九等等 一直到三十二 來 看這裡 好 我們把這個 親子一起 來 來 現在滾頭坐 你就看著我做 一樣畫葫蘆一下 來 來 第一個 我把它對摺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這樣對摺 你可以眼睛看著我的圖卡 好 來 我摺成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 你看跟我一樣就對了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我再從中間把它對摺 從中間這裡有一條線把它對摺 現在變這樣 對不對 我再把它對摺 這個圖我們很熟 對不對 對吧 熟不熟 熟不熟 熟來 請你呢 拿講義 一樣畫葫蘆把它畫起來 這個叫做四 為什麼叫做是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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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四 好 來 一加一加一加一四 好 如果老師說 不可以做這個四 做另外一個四 有沒有辦法 我以前一直覺得沒有辦法 結果有一天呢 在台北科學館的演講 在台北科學館的演講 一個小朋友第一次我看到他做出不同的事 是一個幼稚園大班的 我在解說說這樣的一定要四片在一起 加起來是四嘛 那個小朋友 幼稚園大班的 告訴我說 老師我有不同的四 我在想說 這個同學一定想錯了 我在想說他一定是想成這樣 一加一加二嘛 四嘛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四 對 我以為他是這樣 這是不符合我們 的那個要求嘛 我正想請他呢 拿來投影給大家看 順便告訴大家 這個答案叫做不對 因為切一腳嘛對不對 結果他一拿上來我傻眼了 果然有第二種事 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 小朋友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呢 請你放開你的頭腦 盡量去想 從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好 好可以嗎 好現在呢 我來做一個舞來跟我做 好還是做到這裡 做到這裡可以嗎 來喔舞喔 這個拉高 這個壓下去 走過來 五嘛 好 五 有沒有看到五 好一加一加一加喔 這樣 這樣 有沒有五 有嗎 好 那這個老師規定你 不可以做個人一樣 可以嗎 來 來 拉過來 不一樣喔 這兩個給他不一樣喔 仔細看這兩個給他不一樣 來 來 你那樣不是五啊 你那樣是六 好 這是五嘛 好 現在請你做一個六 來 請你做一個六 那是多少 我看看 你有一個角我看不到 對來 來 這個人很厲害 你看這是六 這樣有沒有六 你一定會跟我說這個三倒過來 請問這個三倒過來是不是三 還是三喔 他這個答案比我難 來喔 我做給你一個看喔 這個是六 對嗎 欸 我的六更簡單 好 我的這個六更簡單 對吧 都可以喔 這樣都可以喔 好 那我請大家呢 回去每一個地方找一個解答 從四到三十喔 都可以找到解答 請你呢 回家挑戰看看喔 好 OK嗎 好 欸 這個地方如果做得不夠贏呢 還有 來 還有喔 這個 請換講義第十頁 好 第十頁呢 我們請你呢 找到比較多的不同的解答 比如說 我們來出一個題目 出一個題目 好 十一 四個位置加起來等於十一 四個位置加一個等於十一 但是解答一定有很多不同 越多種越好 越多種越好 你回家多多看 比如說十一呢 你找到一個解答 簡單 能不能找到兩個解答不一樣 三個解答不一樣 四個解答不一樣 五個解答等等喔 你看看十一 你們全家努力一下 看可以找到幾個解答 然後呢 這個解答大家玩的已經差不多了 爸爸或是媽媽或是指骰子都可以 再指一下骰子 現在我們全家一起來挑戰十七 看看有多少個解答 回家挑戰看看 好 大概在十一到二十一之間 解答數都非常多 這個是一個可以挑戰的問題 回家做做看 好 這個階段我們要結束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中間我準備給大家休息五分鐘就好 可以嗎 好不好 可以 來 所以這兩張帶回家做紀念 老師剛才有講一句話 你們每一家有的人來 是不是有三套 有四套對不對 自己家裡保留一兩套 如果有機會你的鄰居啊等等 給他們玩一下好不好 讓這個推廣更多人去玩 OK 好來 這兩張收起來 待會再做紀念 好 現在我們要玩下一個遊戲 好 我們下一個遊戲玩完 你要休息一下 到現在有沒有人 那個走到六十分的 有沒有 欸那一家 你們走到幾分了 第六組 第六組 幾分 總分 總分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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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那你應該開始領獎 這裡二十六嘛對不對 對 這裡 這裡總分多少 這裡總分多少 六十二 六十 六十 他們家 這裡這一個地方六十二是不是 三角形也做出來 好 那你們現在已經超過八十分 八十八 只有三角形 只有三角形沒有做出來 OK 那因為有人那個 所以我今天就介紹一下今天 要給大家的禮物 那大概介紹一下 你可以得 你等一下自己決定來挑 好 我今天準備了一些禮物 第一個先講這個 這個是叫做骨牌 我們等一下玩骨牌 大家等一下帶回家的 都是十幾塊的骨牌 叫做紙版的 那是我的理想 我希望 因為這個DOMINO骨牌 台灣不太容易買到 你有一天到香港啊 美國去買的時候 我可以買到 向我收藏一套 超級好的 台幣一千多塊 在哪裡買的 香港的玩具環頭城 那這個等一下我再講 那我們今天這個有準備三套 這個 這個三套 是叫做豪華版的 我們等一下玩的 叫做陽春版的 就是十幾塊錢一套的 每一個家庭都有的 這個是有了三個 我今天帶了三個 然後呢 有一個痛苦的玩具 我今天帶給軟件都有點痛苦 假使你不願意動腦筋的人 就會覺得很痛苦 這個叫做幾何摩法師 玩過七角版嗎 這個不是七角版 這個叫做四角版 只有四塊 這個台灣做的有專利喔 訂賬180 我沒有買到那麼貴啦 誠實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台灣正版的 通通在我手上 因為這一個人呢 申請專利 然後做了成品 然後不會 他會申請專利 但是不會行銷 所以賠了大概幾十萬 最後這些流落到高雄 我比較低的價格 把它買回來 全部現在這個正版的 通通在我手上了 外面可能我流量少量 其他正版的都在我手上 如果你要買黃帽品的 到哪裡去買台北市 有一個科學教育館 有沒有 有黃帽品 我說是正版的喔 這個我今天準備了三四份 然後這個也大概有三四份 然後呢 你如果你的孩子 對讀書有興趣的 這一本書剛出來不錯 這一本書定價是260 你可以選擇 而且這一本書還有加持 我特別請指導 這個寫書的教授簽名 所以這個有兩本 來 這個 你孩子對數學有興趣 可以看一看 好 還有一個呢 這個也是這個教授寫的 這是 有一個推展數學教育 很認真的 這個呢 如果你拿這一本 這個定價更多 這個定價300多 而且呢 現在買不到 因為出版這一本書的廠商 已經快倒了 因為數學的東西 有時候很難賺錢 那這個呢 也是一樣喔 我有請到簽名喔 那這個呢 我有一個名字 這兩本我都有一個名字 但是我比較小咖 不是大咖 所以我的名字寫在後面 如果你等一下要找我簽名也可以喔 好 來 在這裡喔 我在這裡喔 好 那這個是有操作手冊 包括這個手冊這樣一套 再來 欸 有這個叫做六子連方 知道這個東西嗎 這是中 孔明 有人叫做孔明 什麼是中國 欸 智慧絕經 這個 如果你孩子將來男生有機會上建宗 建宗有一個房子叫做紅樓有沒有 他的那個樑柱的結構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樑嘛 這個叫做樑 那這個叫做柱全部用那個那個卡榫不必釘子 地震來了幾乎不太需要怕 欸那非常的堅固 那這個遊戲通常是找到其中某一根喔 找到其中某一根把它拆開 然後就可以開始打開了對不對 但是請注意 等一下你拿到以後要拆開之前請慎重考慮 拆簡單組合很難 如果你等一下現場拆了沒有拙完 不可以回去喔 好 這一種是叫做正宏版喔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對這個沒有把握 我今天準備了這個叫做陽春版幾根 三根喔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痛苦你就拿這個 可是連這個都不好聽啦 我告訴你這個都不好聽 這是三根喔 這個九根喔 然後呢 有一個你如果不怕痛苦的人 這個是十二根的喔 這個叫做超男版 超男版喔 然後這個呢 是九根的 這個沒有這個難 那問題為什麼我會推崇這一個 所有的六指連方都是抽一根就散了對不對 這個呢 你回家抽抽看 抽哪一根都抽不出來 難道你硬抽會斷掉 好 那這個呢 它是很有創意的改變 密結在那裡 不告訴你 有興趣的人回家去挑戰 我們留一點思考空間喔 好 最後介紹這一個東西 嗯 這個東西我覺得 這個東西不是數學 但是我覺得 對對對 值得 值得跟大家介紹 可能有的人 曾經玩過啦喔 這個 對對對 希望今天你拿到好不好 你們老師有今天希望你拿到喔 這個也是一個物理的東西喔 你如果拿到這個可以當參加少 參加五十年 不會換 因為它沒有電池 它呢 是你要陪它玩 然後你給它能量 它沒有電池 也不插電 所以最多會玩到怎樣 玩到生鏽 對不對 生鏽的時候很簡單 你去買一個八塊錢的沙子 有沒有 把它再磨一磨 可以繼續用 那如果覺得還不過癮 就把它再塗顏色一下 你可以玩五十年 不會換喔 好 有沒有人今天生日 有的話 我趕快去車裡面 載哪一個喔 那個人希望說 我們這裡有 我們這裡有 你這裡有 OKOK 有沒有人生日 沒有喔 各位太客氣了 你如果說你今天生日 但是我也不會去查你的身分證 這個呢 如果有生日 我送你一個 這個呢 它是開動以後呢 就讓它轉動 轉動 然後你想辦法拿到六個的轉 然後轉到會的時候呢 現在沒有六個轉 你可以想辦法再把它救活 然後基本練功法在這裡 好 那個 這上面有那個 你回家去練功 好 這個呢 我今天準備了 應該是四份 好 那有一家已經到 好 還有一個 這個東西看過嗎 這是很多人把它叫做變魔術 其實這個是科學啦 不說魔術 當然也可以說魔術啦 玩過嗎 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比較大 比較痛苦 有一種比較小的對不對 沒有那麼痛苦 這個比較大 來我把這個 這個 這樣子拿著 手換開會怎樣 我有啊 掛在上面 當然會掉到地上 這才合理嘛 對 它可以這樣 它又做 因為我有啊 來來來 不要演一下 我爸才會 你幹嘛 來來來來來 我給他掌聲喔 他一次就都成功 我家送一個禮物 來 這樣吧 好 來 你不用解說 你就表演給大家看就好了 現在要把他掛住嘛 欸 不錯吧 好 我們給他掌聲 這個爸爸太厲害了 所以我們要給他最痛苦的 少跟的 好 好 那個 那個第一個成功的家族 來 你們要挑什麼 決定一下 好 決定一下 快點來 來 同學告訴我 你要挑什麼 來 這邊 嗯 來 這個 來 這邊 你要挑什麼 來 挑一個 好 我們有沒有給他掌聲 有喔 好 10秒鐘內寫吧 好不好 來 10 好 這個 來 好 我可以替他問一個問題嗎 是 因為如果我是他 我心裡想要的是另外一個禮物耶 可是學老師不曉得還用命在收陀地 對 如果有這個機會 你想想到學老師陀地 你現在多大 你看他點頭 你看他點頭 我們可以讀他的 那個 待會活動結束以後 記得要跟老師合照 好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我們不容忌一下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合分 下一關他們是100 對不對 我們在100 之前我們其他家把它卡掉好不好 好 我們把它卡掉 來 現在我們來玩第二個遊戲 好 來 看講義的 第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講完遊戲規則以後 我們順便休息一下 第幾頁 來 第幾頁 來 這裡這裡來 十二頁有沒有 十二頁看到嗎 十二頁看到嗎 這裡呢檢驗你的細心 等一下如果做錯的 不知不覺做錯的要扣分 今天唯一會被扣分的就是這裡 這個遊戲是檢驗大家的細心 來那個 剛才那個爸爸來 來 你給我一個你心中的幸運數字 一到十 給一個數字來 八 來 四個角落 我們大家一起做啊 你要哪一個角落 四個角落 你要哪一個角落 這個好不好 八是不是 來八 八 好八 來 來大家寫 大家寫 代十二頁 大家寫 好 八寫好了沒 寫了沒 寫了 來 好 你們得獎了 來給我一個數字 十以內 二 寫在哪裡 這是 這個 好 是嗎 嗯 來 來你幹嘛 我們給一個 四 寫在哪裡 這裡 好四 最後一個 來你給一個 你 對 你 來 來 寫在這裡 好 來我們來看看這一集 那個 運氣好不好 來我們大家拿第一集算一下 這個應該一年級 小學一年級就會了來 八減三 多少 五 寫在中間 來大家寫 八減二多少 六 寫在這裡 好 四減二 二 四減三 一 好 寫好了對不對 好我們繼續減 來 六減五多少 一 一 寫在中間 六減二多少 四 二減一多少 一 然後呢 五減一多少 四 好 快死了 來看一下 四減一多少 三 四減一 三 四減一 三 四減一 三 死掉了 好來請看這一圈 是不是通通是三 請問再減下去會是什麼 零 零零零 對不對 好 最後一圈一定是四個 不是零的整數 可能三三三三 可能呢 二二二二 可能一一一一 這樣就結束遊戲了 那結束遊戲以後 我們要來看看這一個 這一個數字呢 的命運如何 幾歲 幾歲就死了 來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正方形 一歲 然後呢 這是一個正方形 兩歲 這是一個正方形 三歲 這個是不是就死了 死了也算啦 四歲 所以這個就死了 了解嗎 運氣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來 現在呢 這是剛才大家給的數字喔 我不貪心 我寫一個很簡單的數字 請大家幫我做做看幾歲 叫做一二三四 唉唷 有人會說這個兩歲就死了 來你做做看 看看會幾歲來 每一個人做做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兩歲 計算錯誤應該扣分 不過這一題是熱身 所以不扣分 來重做一次看看幾歲 沒有人敢告訴我幾歲了 為什麼 這麼簡單的計算 幾歲 四歲 扣分 好幾歲 五歲 棒 答對了 來我們一起來揍揍看 這是五歲喔 五歲喔 來看一下這個是四歲 這個呢 太小看了 然後五歲 比他還多 來做給你看 後減一多少 三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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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減二多少 一 四減三 四減一 好 三減一 一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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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減一 結束了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還沒有啊 四個都要整一樣的 來二減零 零減零 二減零 二減零 什麼零 二減零 二減零 零 好 還沒有喔 還沒有 二減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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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剛好用完 結束遊戲 幾歲 五歲 五歲 現在我們要挑戰的問題是 你最小用一 最小用一 最大用十 我們剛才是不是這樣 最小用一 最大十 隨便你去亂試 只要四到一題 只要四到一題 每一個家族裡面 你 只要你受到六歲的 可以得五分 你可以得一個五分 了解嗎 然後你如果能夠做到七歲的 得十分 能夠做到八歲的 得二十分 好 這樣是五歲 六歲的時候自己畫 了解嗎 七歲的時候自己畫 八歲的時候自己畫 沒有關係 幼稚圓大班的你可以來跟我拿這個 不用你畫 這個到七歲 好 一年級也可以來跟我拿 好 我們 遊戲規格懂了嗎 隨便你試 你可以把這一本全部試完 你可以把這一本全部試完 好了 這樣好了 我們每一家畫五張 來放空話 每一家畫五張 擠一隻手 每一家畫五張 好 而且我們時間寶貴 所以 現在看我們的鐘 來看我們的鐘 我們到三點五分 休息 順便做過一集 好不好 三點五分 我們再來 來看那個資料 好 謝謝大家 我們到三點五分 OK 好 那個各位朋友 我們以前面的周圍組 三點五分的時候 一定要回來這裡 應該很精彩 那些小朋友舉手是什麼 有什麼問題 你做出來了嗎 幾歲 沒有 沒有 他很怕他沒有達到的東西 趕快就 有啦有啦 我相信一定夠 我相信一定夠 等一下三點五分的時候 各家可以拿一個六歲的 跟一個七歲的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可以拿一個六歲 一個七歲 一個八歲的 三個 你就得到多少分 三十五分 了解嗎 二十十五 最多你可以拿到三個 哪 怎麼樣 最多到十 一到十 一到十 一到十就可以做到八歲 如果一到二十可以更多歲 我等一下會說明 OK 來我們休息 順便完整一集 好 好 四字可以寵物嗎 問得好 有沒有好處 怎樣 可以寵物 你可以寵物 你可以一開始寵四四四 有沒有寵物 有 幾歲 一歲啦 什麼零歲 四四四四就死了 一歲啦 好 我們時間到了 來 問一下 你的家族有做到八歲的舉手 沒有 八歲二十分沒有得到 對不對 七歲的舉手 沒有 好 七歲的呢 七歲的你可以得幾分 十分 等一下你把這個簽名 簽一個名字 交給大哥哥檢查 我們剛才就有跟大哥哥講了 大哥哥會抓你的錯 如果他抓到的錯業之後 等一下他得獎 好 所以你的計算不能有錯 好 七歲的舉手 七歲的舉手 你就可以 等一下給大哥哥檢查 對了就得十分 六歲的 你的家族可以有一個七歲 有一個六歲的 六歲的舉手 你也簽個名 給大哥哥檢查 這一段我們就這樣的 來 現在看這裡 現在看這裡 我來抽一個 我來抽一個玩一下 好 我們要抓你的 來 你的七歲的告訴我們 來 那個大哥哥來 你告訴我他的七歲的 我們把那個切換一下 左上十座 然後右上七 十七 左下三 三 右下五 這個單位 應該是電腦 是不是 陳婦你切電腦二 十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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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全面拿過來 直接給我 沒關係 沒關係 可以 你先算 你也不能算錯 你算錯 會扣你的分喔 欸 沒有辦法切過來嗎 那接頭有沒有聳掉 他會不會帶雞 不會 這個是會一直 因為他這裡現在 那個雷射點有出來 我知道 來 可以了 來 好可以 來現在看這裡 我們全 我們大家一起來抓他這個 看看對不對 對齁 來來 10-7 3 7-3 4 5-3 10-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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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了 5-3 4-3 4-2 5-2 3 3-2 1 2-1 1 1-2 2-1 1 3-2 1 有沒有7歲 這個 這個 來看一下 這兩個互換 年紀會不會改變 會 來 再來一次 哇 好像顯得這個爸爸嚇壞了 十七 十七五三 那個朱老師是要扣你的心 來我們再來一次看看 10-7 7-5 3 7-5 3 3 7-5 7-5 3 5-3 10-3 7-3 4 7-3 我也要小心一點 等一下朱老師扣我的心 3-2 1 2-2 7-2 5-4 5-4 3 什麼3 4-1 1-1 1-0 5-0 5-1 3-1 3-1 3-1 5-1 4 4-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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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2 5-1 5-2 我們總在推展一個數學遊戲的概念前半段叫做普渡眾生 跟中間沒有關 普渡眾學生希望所有的人不要嚇壞了 所以一開始你就用這麼簡單的 一到十大家都會做對不對 然後你做的大概有一點累了 就開始擴大為一到二十 了解嗎 你最小用一最大用二十了解嗎 一到二十那個機會命中的就是更大了 然後最後我希望你給你的小孩做一到五十 讓他的計算的東西再大一點 好一到五十年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一到五十年最高這個這個說是七歲 一到五十最高可以做到十三歲 請注意七歲到十三歲是一個非常遙遠的旅程 好來有人回家做到十三歲想辦法跟中大聯絡 我們送一個 好等一下我留下一本書好了好不好 書你不喜歡對不對 我真的要講到書大家不喜歡 留一個 好等一下呢留一個那個 你們那個霹靂環喜歡嗎 霹靂環那個轉的那個 第一名拿走那個東西 好我們第一個送來十三歲的呢 就送一個霹靂環好不好 可以好 這個是開放一個解答 這個東西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東西 在十八年前左右 在中國時報登過這一個遊戲 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後來台北市市試驗室小之幼班的學生 用這個做科展全國第一名 他們做到全國第一名的時候 還做到九歲而已 一到五十做到九歲而已 但是他們從別的地方切入就科展全國第一 後來有國中高中都用這個主題來做科展 都沒有做得很好 都做到全國加速左右 到三年前 三年前 終於有幾個學生 做比較好的東西 科展全國也有得獎 那確定十三 一到五十最高可以做到十三歲 答案呢 就要兩群 兩群的意思是兩群 每一群有六個解答 一個媽媽帶五個孩子就對了 兩個解答 所以總共有十二個解答 所以如果有誰回家運氣好到 碰到十三歲了 我們就送你一個霹靂環 OK嗎? OK 好 這個留給大家回家去挑戰 因為我們今天濃縮遊戲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玩一個 比較輕鬆的 這個遊戲因為是希望你親子玩 所以輸贏沒關係 第一階段輸贏沒關係 叫做多明諾骨牌 好 這個就是剛才我講的 我們等一下會花材料給你 你現在先注意點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好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遊戲 這個東西的長相很像一種賭具 叫做天酒牌 如果你看很老的電影 就會看到裡面有很像這個東西 它叫做天酒牌是賭具 我們今天這個叫做多明諾骨牌 沒有人把它當骨劇 在外國的小學數學課本 有的還有 這個叫做多明諾骨牌 那我剛才有講的天酒牌 在比較古老的影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的最大差別告訴你一下 為什麼我給你這樣子講 有一天你們家去逛夜市 然後在夜市就看到有人在賣那個骨牌 哇好高興我就買回去 結果發現它不是骨牌 是天酒牌 它的外型幾乎長得一樣 最大的差別是骨牌呢 一套呢 二十八張 二十八張 而且它的點數你從中間切割 像這一張從中間切開來叫做零一 這邊沒有東西叫做零 零一 這一張叫做零零 最小的一端切開 最小一端是零 它最大是多少是六 像這一張叫做六六 對不對 這一張叫做什麼 一六 這樣 沒有兩張長得一樣 這裡面你檢查 沒有任何兩張長得一樣 這個是骨牌 如果你很多夜市看到的 百分之九十都是天酒牌 它會比如說這一張有三張 這一張沒有 這一張可能有五張 這一張沒有之類的 你很好辨認這樣 假設你有一天在夜市 既然可以看到有人賣這個骨牌 一套一百塊以下 你都值得買 一套一百塊以下你都值得買 因為不容易買到 可以嗎 我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做出口 台灣很少留下來 現在我跟大家介紹一個遊戲 我先講完 然後每一個家會先送你一套 你們等一下就全家一起玩一下 這個遊戲我只玩五分鐘 不管輸贏五分鐘完了以後 我們要升高難度 第一階段比較簡單 純粹當親子活動 來請看一下 我們要玩這二十八張牌 我們要玩一個骨牌的接融 如果你們是三個人玩 每一個人分到九張會剩下一張 如果是四個人玩 每一個人會剛好用七張 就全部分完 那等一下你們在玩的時候 是把它要蓋過來洗牌 每一個人得到七張知道嗎 蓋過來洗牌 那我現在為什麼不蓋 因為我要教你 所以我現在全部把它蓋開 可以嗎 那這個遊戲呢 有一點像扑克牌基隆 但是它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每一個人一開始拿七張 好 好像有一張跑走了 好 沒關係 大概知道一下 對對對 好 來 每一個人分到七張 正在玩的時候 你的牌會不會被別人看到 不會 理論上是不會 但是等一下會 為什麼你知道嗎 等一下你拿的時候 手不太會拿 就掉下去就可以被別人看到了 所以說如果你有這一種比較好 這一種就可以把它稍微立起來 因為它比較有厚度 但是這個既然是親子遊戲 偷看到別人的牌 也沒什麼關係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分好的牌 那這個遊戲很 它有遊戲非常簡潔 不用猜拳 絕境誰先後 有兩頭六頭先出 所以這個人就先出牌 每一次輪到你的時候 你的牌會少一張 七張變六張 因為你出了一張 對不對 然後這個人接牌 從這一張來 這個人逆時鐘輪流 第一個是兩頭六出牌 第二個是逆時鐘輪流 所以現在他出完了 就輪到他出 逆時鐘 如果你時鐘怎麼繞了 忘掉了 趕快抬頭看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用的是電子表 根本不知道時鐘怎麼繞的 可以嗎 好 來 逆時鐘 逆時鐘 好 所以這個人換這個人出 那出的時候 六不是接五 這跟布特凱接龍不一樣 六要接六 這個叫做接力當的概念 接力過來 六接六 好 那現在這一頭要接人要接六 那這一頭要接什麼 零 好 比如說這個人就接了這個 好 這個人這一頭接了這個 好 這個人接了這個 可以換口 可以掉口 好 輪到你有就接 那如果輪到你沒有呢 蓋牌 蓋某一張 那如果輪到你你也沒有蓋牌 那如果輪到你你也沒有蓋牌 假設啦 那如果有一輪四個人都蓋牌 蓋牌就表示遊戲怎樣 解釋了為什麼 再輪到你還是蓋牌 什麼時候會出現這樣 有一個人出來 兩頭都是 如果有人出的時候 可能局勢又改變 又改變 對不對 有人出完的話呢 蛤 有人出完 出完 我們打牌出完就結束 不會有人出完 因為他出完 接著他就出完了 接著他也出完了 接著他也出完了 不會說有一個人出光 另外一個人還沒有 還沒有 都還不會這樣 除非你玩錯 有的小朋友很可愛 他是怎麼玩的 他好急喔 看到這樣輪到他了 他就這一張接 我還有這一張又接 我還有就這一張又接 然後他就出完牌了 別人還沒有出完 那個是不對的 不對的 可以嗎 那出完了以後 最後誰是第一輪 出你的蓋得越少章的人 越贏 那贏了贏什麼東西 贏點數 比如說現在這個人沒有出牌 這個人沒有蓋牌對不對 他第一輪 然後他得分就是得這些人的加分 這裡要做一個小小計算 這個人貢獻兩分 這個人貢獻多少 十一對不對 這個人貢獻十 所以他的分數就是十加十一再加二 好 那考你一下 這是第一名嘛對不對 誰是第二名 誰是第二名 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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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錯 這個 對嗎 誰是第二名 我現在的問題是誰是第二名 這個嗎 舉手 熱臉這個第二名的舉手 錯 熱臉這個第二名的舉手 錯 熱臉這個第二名的舉手 錯 因為沒有第二名 只有第一名其他的都叫做最後一名 可以嗎 好 現在我們玩一下看看 來 你小心的來一下 先每一個人 撿他一套 來 撿他一套 每一家我們先給一套 下課前我們再送你每一個人一套 因為我今天把材料盡量準備 每一家就拿一套 然後就把它拆開 這是全新的 拆開你就玩一下 來這裡有兩個家族 是嗎 就被割一套 然後你就把它拆開 然後玩一下 像這一家族有兩個人怎麼辦 每一個人拿七張 沒關係 每一個人拿七張 然後十四張 是不是抓在手上 另外十四張 出一張 補一張 出一張 補一張 補到補光 然後繼續把它出完 就完成 OK嗎 所以這個遊戲 一般是兩個人 三個人以上玩 三四人玩 最四張 如果兩個人玩 就是先拿七張 然後出一張 補一張 出一張 補一張 好 那我們玩一下 這個給你體驗一下就好 玩五分鐘 我們要升高難度 我們要升高難度 沒有 我說這個兩個人玩 三個人就是三九二十七 剩下一張 那如果兩個人玩 你一下子手上拿十四張太多 你就先拿七張 兩個人就穿好 進當補一張 然後出一張 補一張 出一張 補一張 補一張 三個人就九張 一文九張 另外一張就往旁邊 等到下一集 下一集再玩的時候 再一個房間來就好了 好 我們玩到這裡 會不會玩 會就好了 好不好 我都會輸贏 我們現在加高難度 來 請看這裡 來 來 我們現在加高難度 來 請看這裡 來 這時候呢 又要請你打開講義了 好 我們打開十六頁 十六頁 好 來 我們來看十六頁 十六頁獎益 這一集呢 升高的難度 就要有一點挑戰了 這個接龍還有更難的 這個叫做終極接龍 終極接龍 難一點點 好 來 現在請看 剛才的遊戲規則要遵守 剛才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相同點數才能接 不管顏色 不管顏色 這個骨牌 其實它沒有做成兩個顏色 這個兩個顏色的版本 是我弄的理由之一 其實很多小朋友來到這個的時候 第一句話說 啊 麻將 然後我就知道他家爸爸媽媽一定打麻將 但是講到麻將的小朋友 其實觀察還不夠細膩 因為麻將裡面有幾個頭 對不對 那個呢 它其實是兩頭都一樣的 對吧 會不會有一張麻將兩頭是這樣 不會啊 那一定是老千嘛 不可能嘛 我如果講這樣你都還沒有 表示你是完全沒有打過的嘛 好 那其實那個中間是有差距的 好 那後來我們決定把它 我們顏色給大家的顏色把它切成兩份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是有一些書新的人呢 很容易看錯 比如說這一張 最容易被看錯的就是二 二六 二六呢 很多人把它看成一七 但是其實骨牌裡面 基本上沒有所謂一七 沒有嘛 沒有嘛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再回到 我們再回到剛才那個遊戲 一樣一開始七章 一、二、三、四、五、六、七 如果我以多以四個人舉例 好 七章嘛 來 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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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遊戲規則有效 但是升高了一點難度 你要去注意到 那個 來 這裡呢 一面玩就可以一面計分 所以等一下這一局可以玩一下 一面玩就一面計分 原始分是送你七十分 七十分 在這裡不是比賽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 等一下這個遊戲 如果等一下有人玩完一局 我們大概只有十分鐘好不好 玩完一局 欸 玩一局 你既然呢 分數高達一百三以上 我就先送你一個小禮物 表示你今天運氣呢 好 倒不行 好倒不行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還是一樣有兩頭六個人開始出牌 等一下我講完 還沒講 所以現在這一局來講 請問哪一個人開始 看到嗎 兩頭六 所以是不是這個人開始 對不對 好 但一樣他可以出這一張 他可以出這一張 如果出這一張 他叫做有出牌 對不對 是不是出了一張 叫做有出牌 那如果你接不了的時候叫做蓋牌 對不對 好出牌會加三分 所以你就是叫做加三 所以你的分數 你個人的分數就變73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這一個人如果沒有辦法出 第一個人很幸運 他任何一張牌都可以出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人這三分 最少一定到手 對不對 好 他還可能得更高分 第一個人最有機會的 所以運氣還不錯 第一個人呢 如果你出的牌 龍頭 我們接一條龍對不對 龍頭加龍尾 如果是五的倍數 什麼叫做五的倍數 五嘛 十嘛 沒有十五啦 所以很簡單 不要接著慢慢談 五啦十啦 還有不要換個零 也是五的倍數 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你出了 用龍頭加龍尾 是五的倍數 你會加十分 所以等一下每一次輪到你的時候 你有三種可能 有出牌加三 蓋牌扣五 然後如果你出來的牌 是五的倍數 加十 所以你每出一張牌 有三個可能 了解嗎 如果你運氣好到 加十加十加十 一路加下去 請問你會不會破百 會啊 會啊 好 有沒有運氣那麼好的 一百場裡面大概有一兩場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人出這一張 是不是有豬排 加三 能不能出更好的 出這一張啦 龍頭加龍尾 龍頭加龍尾 零 是不是五的倍數 所以你就是加十 了解嗎 好 現在輪到這一個人 第一個你首先要能接 如果你連接都不能接 如果你連接都不能接 這樣才可以接嘛對不對 連接都不能接 連接都不能接的時候會扣五 對不對 所以他最少可以出這一張 對不對 有沒有出哪一張可以變五的倍數 現在如果這一張接完以後龍頭加龍尾是什麼意思 這條龍變成了龍頭加龍尾 龍頭加龍尾 其實很簡單 不是叫你整個加起來 所以連一年級都可以看到龍頭加龍尾 三加零多少 三 是不是五的倍數 不是 所以加幾 加三 好 那現在下一個人你覺得出哪一張好 奧陵喔 出奧陵可以嗎 這個人沒有奧陵啊 五零 他出五零可以嗎 目前沒有嘛 目前他最多大概只有出哪一張 比如說這一張對不對 對嘛 好 所以這一張可以對不對 一加零 是不是五的倍數 不是 所以加多少 一張加三 然後這一個人有沒有機會來創造五的倍數 哪一張 零五 沒有啊 零四 答對了 誰很聰明嘛 來 這一張接在這裡 龍頭加龍尾 五的倍數對不對 所以他加多少 加十嘛 下一個人有沒有機會 有啊 就是我手上正拿那一張嘛 你拿這一張嘛 六加四多少 是不是五合倍數 對吧 這樣懂了嗎 好玩一下看看 你可以一邊玩一邊紀錄 對我們一家才一張紀錄紙對不對 每一個人自己記好了 我看看你可以有沒有可以破版 每一個玩的自己記好了 OK OK 好 我們玩一下看看 我們玩過就好了 因為這一個東西 我希望你們回家親子去玩 親子去玩 OK 好 來 那 四個人一人七張 你每一次都加十啊 沒有啊 一開始就給你七十啊 你再加了七個十就一百次啊 今天就得獎了 來得命 大概五百 沒有 他只要連續加七個十啊 七十 對 一開始有每個人的 不是有七十 那一開始就有三頭六的 一開始就有三頭六的 我可以不出 你三頭六的一開始 不一定要出那一張 出對你最有利那一張 對你一開始有機會拿到十 不是一定喔 因為你的牌 這件所會有可以拿到的 如果你一有 你就先得到那十分 然後 對對對啦 當然啦 當然啦 因為你出牌的機會很多啦 但是相對你沒有可能過很多 因為你兩個人都說 剛好你的時間都有 就扣分了 對 好 那請來 那是看十週時間過得真快 現在請問這個遊戲會不會玩 會喔 我們還有一個要得分的機會 所以這個遊戲我們就玩到這裡好嗎 好 你知道怎麼玩 因為我濃縮的時間 因為我們 還把握時間啦好不好 那這個遊戲你確定會玩了 對不對 好 好 今天會玩嘛 回家再玩好不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一個挑戰 這個更要你三老心的 來 請看這裡喔 來這個遊戲我講完以後 每一個家族呢 奮戰努力一下 你的分數在這裡會拉開差距 好 今天假使你家呢 沒有得到六十分也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按照那個順序呢 每一個家裡 還是會送你一套禮物回家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睡覺啦 所以我們就確定每一家都有一個禮物回去好不好 來現在請看來 好 來 現在請看喔 下一個遊戲呢 這個時候呢 這三個月子加起來要等於六 這三個月子加起來等於六 現在看看我這個運氣好不好 不是很好 我這裡七對不對 這個叫做撐死了 超過六嘛 撐死了 這個呢 六 剛剛好 這裡呢 五二十了 這裡五二十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怎麼辦 調整 怎麼調呢 比如說這一張我不喜歡他 我把這一張拿走 然後呢 為什麼不喜歡他 因為不是我要的答案嘛 好 我如果把這一張換這樣 有沒有好一點 來六 六對不對 可是這邊又沒有對不對 這邊怎麼樣 這一張可能再換掉 這個有難度喔 大人會覺得簡單對不對 事實上這裡被隱含了國中 那個X的問題 來這裡 你現在心裡就想 這邊加他會六 那這裡應該要多少 二三 澳三喔 真的嗎 好 有人說澳三 我們來找澳三 這樣好 澳三 你覺得澳三可以嗎 六 好 六 五 六 這邊X對不對 那怎麼辦 誰說四一 很聰明 來 四一 好 四一找到了 來 有的人四一拿到太熱了就把他這樣 然後就緊手 然後大勾勾就要扣你分數 為什麼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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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就對了對不對 好注意我們給你的時間三分鐘 你把握時間到你們創造這個出來的時候 不要休息喔 不要耶得分了 這個得兩分 這個得兩分 現在這四張不准用 這四張不准用 然後呢 剩下二十四張再創造一個六 第二個框假使你做出來的 我現在這個是假的啦 第二個框假使你做出來 這個可以得四分 兩分 這個框是四分 假使做出六啊 我現在是假的對不對 好 我還沒喊停 我還沒喊停 你又做出一個框 好 這個時候你的加得到五分 就是兩分加四分加六分 假使我還沒喊停 你又做出一個框 反正你做的框越多越怎樣 這樣好 好 然後你這樣得幾分 兩分 四分 六分 八分 你已經得幾分 二十分對不對 二十分 這樣知道嗎 好 假使這樣還沒喊停 你又做出一個六個框 通通要六啊 我如果出六就通通六 我出八就通通八 好 你要做出一個框 請問這樣得幾分 好 加四加六加八加十 得三十分 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可以嗎 好 現在來出題來 他們不會出六 他們不會出六 不可能出六 讓你這個偷跑嗎 不可能 來 十 來 請開始 當你做好一兩個框 就可以請大陸都幫你檢查 好 好 合作一下 合作一下 有一點難 有一點難 十 在這裡 十 在這裡 十 好 我們時間到 好 來 這個遊戲 你算一下你得幾分 一個框舉手 一個框兩分 兩個框 澳加四 六分 三個框 澳加四加六 十二分 四個框 澳加四加六加八 澳十分 你自己算分 好來 現在那個爸爸媽媽看這裡 來 小孩可以看 回家挑戰一下 回家挑戰一下 是這樣的 我剛才出十對不對 這個可以做到五個框 第五個框 要有一點運氣 來 你回家可以去玩 二到十六都可以玩 二是唯一解答 你不要是五個框 不可能 二跟十六都唯一解 好 那十九附近呢 解答很多 好 這一個地方呢 回家 大家去試試看 最少八九十都可以到五個框 五個框 好 那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好 現在再看一下 我們簡寬講義的十九頁 十九頁 好 這個我們現場用不完了 超過六十了 好 好 那 等一下 我們大哥哥幫我上下油 馬上翻講 來 我們把握時間 要留五分鐘 現在看這裡 爸爸媽媽回去 再給小孩做一下 這個部分更大的挑戰 這個是南部的小學科展 全國第三名的作品 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不錯 我介紹給大家一下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如果你要這樣一個框六 六六六六 接著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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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塔羅提 來 這是一個解答力 給大家看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點耐性的孩子可以介紹這個挑戰 來看一下 這個才能爬四層樓梯對不對 好 一層兩層三層四 這層樓梯來看一下 六有沒有六 六六六六對不對 然後那人六六六六有沒有 然後六六六六 然後六六六六 這個可以爬到幾層 不只啦 不只啦 你還有一些可以再加上去 十層不會啦 不會那麼多 好這個呢 回家可以挑戰 我想時間寶貴 所以有一些東西呢 就跟大家交代 這樣給大家回去去挑戰一下 好 最後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講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是國內 國小國中高中拿來做科展 在全國得獎次數丟多的 到目前為止有 大概九件作品擠進去全國 全三名跟家座 最大的一件作品呢 建州的學生 用這個作品代表台灣去參加 世界性的數學比賽 它的最原始的東西呢 就叫做跳棋 有沒有玩過跳棋 有 這樣的東西怎麼學生可以 從數學的角度看守到那麼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場不玩 我相信我講完要會的時候呢 你回家呢 大人給著小孩去玩一下 這個主題我自己帶的兩件作品 一件在十幾年前全國第二 然後一件在五六年前全國第一 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那你讓孩子去看到這裡面呢 可以看到很多規律 跟數學的那個規律性 從一個遊戲裡面可以去看到 這個遊戲呢 你回家找什麼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隨便找那個跳棋 你們知道跳棋嗎 跳棋怎麼跳? 跳棋有兩個遊戲規則 很簡單 第一個叫做走一步對不對 第二個叫做什麼 跳過一個人身上跳一步嘛 跳一步 所以走一步或是跳一步對吧 好 然後呢 讓兩邊的棋子互換 它這個遊戲有規定 如果你只有一顆棋子 只能到這裡 後面不能去 這個最簡單 三步就解決了 一二三對吧 完成任務 了解嗎 好 那如果兩顆棋子有沒有難一點點 有嗎 有嗎 來 一步 兩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七步 八步 換完了對吧 世界紀錄 好 再來 更難對不對 好 世界紀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可以嗎 這裡面都有很多數學的東西 你回家可以陪他一直玩一下 然後這個會的時候呢 再加高難度 然後就這樣了對不對 然後會呢 再加高難度這樣子 然後越來越痛苦對吧 然後最後會的話 全部把它塞滿 這邊十支這邊十支 你會看到有的孩子從這裡面 就開始看到裡面的規律 這個簡單 每天十顆 一百二十步走完 對不對 如果你的孩子這麼樣 恭喜你 再加高難度 把它移到這裡面去 然後就會造成大塞車 這裡還有一顆 因為我缺了 所以 然後這樣 好 這是一個小小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很多遊戲 因為沒有那個 所以用這一顆代表 好不好 好 這個可以這樣走 可以這樣跳 對不對 可以這樣跳 然後呢 不可以斜跳 不可以斜跳 這個難度比這個難很多 因為從線性 線性到平面 包圍空間 進入三圍空間 難度剛剛很多 這個東西呢 你回家可以陪小孩子玩一下 我們今天 呱啦呱啦的介紹了四個遊戲 對吧 這四個遊戲呢 如果回家有空 希望你哪一個遊戲 孩子有興趣都好 去把它好好玩一下 OK嗎 好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一面要填文件 一面我們來計算分數 你們知道你們幾分 六十號 剛才有大哥哥幫我看了嗎 他可以來 挑一個禮物 我們給他掌聲來 要挑哪一個 來 我通通在這裡 看看你要什麼 哪一個 這個 這個 可以嗎 有嗎 這個 有那個牌子嗎 那是骨牌 好 還有票子 到六十分 沒有 就五十以上的幾種 加組 加組 總分 總分 那個不是大哥哥 檢查過了嗎 好 我們一面寫論件好了 好不好 好 好 老師您就開始講一講 好 請 今天小組長 今天同學 我們發下問卷 要請各位朋友幫我們填寫 好 好 可以 請注意 請注意 請這邊 今天請問卷 有 其他什麼 建議 今天點檢會面有不同的建議 第一個 我們會在所有填寫的問卷裡頭 挑出一個家庭 我們覺得你最有誠意 不是說你都說好話 不是這個意思 是你最有誠意 給我們意見 指教 或是把你的心得 分享給我們的 我們會挑一個家庭 不用抽籤 直接進到下一場 加這個廣場 這樣了解嗎 這是第一個改變的地方 第二個改變的地方 我們開放另外一種 表達你心得的方式 你可以把 借我一下 你可以把這張問卷 翻過來 翻到背面 用畫圖的方式 來表達你的心得感想 好嗎 如果你的年紀比較小 然後你希望彩色筆的話 可以舉手 大哥大姐姐 可以把你這裡給你 越豐富 然後這個 越生動 越能表達你的心情感受的 我們也會從 所有畫圖的小朋友裡頭 挑一個小朋友 然後我們免對 最後他下一場 加入科學榜場的 VIP券 就是直接進場 不用抽籤 好嗎 可以請大家多多給我們一些 這個 心得回饋意見指教 然後呢 各位小廚廠們 就麻煩你們回報一下 那個 每個家庭的分數 然後 老師是超過60分 就有講的 沒有 現在就是60分以上的 沒有了 我們現在就往下數 有的就優先來抓 那 我禮物都放在這邊 50以上的有沒有總分 好 50以上的幾分 50幾 54有沒有更高的 有 50幾 57有沒有更高的 好來 57來挑一個 好來 54也走過來 現在沒有彩色瓶 來 好 來 來 來挑一個 現在獎品都在這邊 趕快挑一個 這個也可以 這個是六指鐵的方法 好 那一桌已經挑了 來 54的哪一家 來挑一個 對 戴固拍 護拍 這個 他姐姐會拿給你 給你回座 好不好 kosten 哥哥 妳要這個是不是 我 簽訂嗎 我會想要一點 好 順便送妳一個說 好 可以 一下 可以 等一下 下個再簽 好來 50以上有沒有人 你們幾分? 52,來,挑一個 這是你們挑的嗎? OK,來,挑一個 50以上沒人喔 40以上的舉手 好,幾分 44 48,來,48先 然後44排在後面 50你先挑 然後50的後面48 48的後面44排在後面 來 來 這個是有操作 這樣一張 裡面有對操作的東西 到底你要哪一個 來 這是可以看的 這是操作的 但是它是用木頭做的 可以嗎 來,快點 然後你們兩個決定什麼 快點,雙胞胎嗎 這個 你要這個雙胞胎 我自己有一段雙胞胎 已經大學畢業了 來 好,對不對 你們有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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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40以上還有沒有人 好,可以 40以上還有沒有人 沒有了喔 35以上有沒有人 哪一個家族 35以上 好,來,請 好,來 30以上 30以上 沒有人 沒有 38是不是 你們幾分 38來 38來 38的挑來 他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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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比例碗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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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比例碗 這個 好 跳嗎 跳 好,來 跳了 再來 30以上 還有沒有人 沒有喔 20以上 有沒有人 好 那我們先 你幾分 26 幾分 21來 26先 幾分 好,來 26 24 21來 排隊 好 21來 可以 來 這個是 四腳板 就比七腳板 更難一點的東西 好 OK 好 好 可以嗎 來 每一家 哪一個就走 好 好 也可以挑這個 還有 拼圖 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 31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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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上哪來 31 你先挑 我先帶一個 這本 這個 這個 知道的話 剛才也知道 對嗎 不會問那個 那個 爸爸 這個要的話 是兩本 它是一個 書家上操作手 可以 可以 你要這個 這是聽 聽土 你要這個 好 就帶走 好 好 這兩本一趟 還沒拿到幾首 還沒拿到的來 過來拿一份禮物 好 你能開放所有人都可以來 對對對 還沒拿到的家族 來挑一份禮物 好 那個 對 他通常有聽的 每一個家族 來一個人 來一個人 對 一個家族 哪一份 還要回家 動腦筋 一個家族 哪一份 對 好 一個家族 來一個人 來 你要什麼 有啊 這些 這是前第一輪的嗎 還是另外一個 第一輪的嗎 沒有沒有 就是每一個家族 每一個家族 來一份 對對對 一個家族 沒有沒有沒有 得獎盒就 得獎盒就已經先抓了 來 那你先回去 這是拼圖 回去 你看內容就知道 這個很簡單的遊戲 好 好 這樣差不多了 好 來那個 看這裡 看這裡一下 這不是 這不是 來看這裡一下 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嗎 對不對 有一個問題嗎 就是 一到五十吧 能夠做到十三歲的 弄到這個信箱 你把那個師傅拿來 我就會替你檢查 那 這個是 我們留給你一個問題 回家去挑戰一下 好 那個問題難不難 難啊 我們曾經在現場有人 現場就做出來 運氣好到不行 好 老師我們要先問 網路上是不是就可以查到大家 不見得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查 對 好 網路上他如果真的查到我也沒話說 好像最早送來的就給你 OK嗎 好 好 來 那我們今天 我的活動大概就到這裡 好 那各位在檢檢會見的同時 也麻煩一起把雙手寄給我們 要特別謝謝我們學問老師 謝謝 好 謝謝大師 謝謝 真的嗎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